我是谢奥州 我是张介凡 订阅新闻大白话 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最新影片立即通知 政治平息第一手掌握 用你听懂的话说跟你听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节目一开始 先来关心今天有哪一些重点新闻 佛火 韩国瑜指控中央 高雄人健康生命 不如越南跟印尼 台南也爆发了登革热 救命前分批给韩国瑜 这样的做法是史无前例吗 联合报民调韩国瑜大胜 国民党的初选民调 民进党居然有叫战守则 柯文哲反中国大陆留白 为了留结衣吗 蔡总统过境华府 难道落空了吗 好了 这个高雄市 目前还是为了登革日疫情 瞒得运头转向的 国军的化学兵 上午到三民还有凤山区 支援喷药 预计会持续一个半月 要把疫情压制下来 韩国瑜他也到现场视察 除了感谢国军弟兄帮忙 也延续昨天的火力 继续炮打中央 表示去年东南亚的爆发 登革热的疫情 蔡政府积极出钱出力 但高雄市可能因为今年换人执政了 爆发出席 的确感受不到行政院的关心 国军穿着化学防护衣 沿着公园花圃喷药 水沟孔 住家盆栽统统不放过 暑假第一天 48名国军化学兵 背着装备深入三民区 消灭灯格热 而韩国瑜也到场视察 为他们加油打气 再三拜托 最后还送上矿泉水 国军终于进驻高雄协助朋友 预计会持续一个半月 而高雄登革热疫情紧张 韩国瑜周日在新竹造势场合上 炮打中央 尚无火力持续 指责蔡政府去年出钱出力 协助印尼和越南防治登革热 今年对高雄却爱理不理 高雄是发生登革热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立刻第一时间感受到 行政院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热情 是感受不到的 不是自己民进党执政的 就特别不愿意去照顾 那这不就是一国两制吗 虽然当初申请经费卡关 但如今五千多万补助款核定 卫生环保单位两个多月来加班喷药 再加上果军的支援 疫情是否有所控制 侦测结果这五天都没有发现到 白线斑纹跟埃金斑纹的母蚊子 已经五天了 这次代表说效果已经出现 可是不能够钓鱼倾心 一定要持续把环境维护好干净 目前高雄有28例本土登革热病例 有8例是在6月中出现 算是第二波群聚感染 而这次国军喷药作业 到7月28号前将出动超过1250人次 主要针对三民和凤山区喷药 而8月则会以林亚和前证为主 一个礼拜碰药五天防疫不停歇 TVBS新闻吴中勋陈又元 SNG小组高雄报道 韩国瑜说去年越南印尼爆发登革热 中央给钱又给人 但对高雄市的经费却给的不甘不脆 对高雄市漠不关心 就像是在搞一国两制 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再一次呼吁韩国瑜市长 要用心守住高雄的疫情 不要一直增加高雄市登革热的病例 我还是在呼吁韩市长 用心守住高雄的疫情 不要一直增加登革热的疫情 而且我也特别的呼吁 我们全国的同胞 大家一起来守护国人的健康 尤其是行政首长 更要以身作者守住地方守住岗位 不是到处爬爬走话又乱讲 这样子最无益 以疫情的守护 同时也无益国人的健康 针对韩国瑜这样的批评 说这个派机关署到印尼越南 协助登革热的防治 对高雄却是漠不关心 对此机关署上午回应 他说他们五月就已经动员人力 协助高雄防疫 现场的情况连线给记者陈韵涵 好 主播针对高雄市长韩国瑜 六月三十号晚间在造势活动 致辞指出 二零八年印尼越南爆发登革热 政府曾经派机关署到印尼 跟越南出钱又出力 但是对高雄的登革热 却是漠不关心 而机关署三十号晚间先发布声明 七月一号在受访强调 五月底就已经动员人力协助防疫 来听一下副署长的说明 在过去一个月之内 已经支援了651人次 那在假日的时候 事实上也都在支援 主要是做这个资深员检查 化学防治后的药效评估 还有疫情分析 给他们这个高雄市建议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在 事实上在端午三天的年假 事实上我们实验室 也一直都没有停止 都在帮这个高雄市这边来做这个登革热 检体的检验 好可以听到机关署是强调他们假日也没有休息 目前已经支援到651人 绝对没有不帮高雄市防治登革热的情形 此外呢也请国家卫生研究院 调派文媒防治中心人员支援高雄市病媒文监测工作 掌握并媒文资宣分布状况了解防治工作是否落实 目前支援高雄市已经达到了305人次 把时间还棚内 韩国瑜昨天造势的时候 他提到蔡政府防疫 有如一国两制引起了讨论 今天韩国瑜再批民进党执政 真的非常恶劣 韩国瑜感慨 他说怀疑民进党政府对高雄爆发登革热 有点幸灾乐祸 民进党政府对高雄人比不上对越南人跟印尼人 我为什么讲民进党执政 真的很恶劣 这两天 大家都知道我们高雄爆发登革热 我去行政院 拜托资源5300万 被嘲讽 被修理 偷捡我开会的袋子 在网络上打我 修理我 还好 我在行政院开会 我从头到尾没睡觉 低个头 说我在打瞌睡 我觉得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结果朋友提供这资料 高雄登革热 行政院队高雄 给钱给得不干不脆 充满着嘲讽 而且呢 我都还怀疑他们有一点幸灾乐祸 这里 去年 印尼 越南 爆发登革热 爆发登革热 我们的中央政府 卫福部派了疾病管制局到印尼 到越南 出钱 出力 出经验 帮助越南人跟印尼人 而对高雄的登革热 莫不关心 这个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政府 可怕不可怕啊 我觉得太夸张 高雄人 的健康生命 比不上印尼人跟越南人 啊你蔡英文政府 是脑袋坏掉了吗 原来 原来 我们全台湾人都不能接受的 一国两制 民进党大声疾呼 我们不要香港 澳门的一国两制 原来蔡英文执政这三年 在台湾 完全在搞一国两制啊 只要 蔡英文政府 只要不是民进党执政 像我高雄 像台中 像新竹县 不是民进党执政的 姥姥不疼 嗅酒不爱 要钱 不想给钱 要人 不想给人 只要我自己民进党执政的 怎么看怎么顺眼 要钱给你钱 要人给你人 还动不动夸奖你 搞了半天 民进党 蔡英文执政这三年 在台湾一直在搞一国两制 太可怕了 对不对 好 刚才新闻当中 你看到韩市长拿了一个A4的个报导 这份报导里面提到去年越南印尼爆发登革热 中央非常积极帮忙 但现在高雄有疫情 高雄市却感受不到中央协助的热情 难道不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蔡政府就不愿意去照顾了吗 这根本在台湾是实行了一国两制 我们的意思说去年2018年越南跟印尼都有登革热 那我们疾病管制局立刻到了越南跟印尼出钱出力 然后来出经验出专业 而且非常的积极 当然目的是为了外交 但是高雄市发生登革热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立刻第一时间感受到 行政院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热情 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我才在想说 蔡英文政府的执政 绝对不能够把台湾分成两个区块 自己同党民党执政的 就是优秀的 特别照顾的 不是自己民党执政的 就特别不愿意去照顾 那这不就是一国两制吗 在这次登革热这一段时间以来 刚开始我们的确感受不到 行政院对我们的格外的重视 其实登革热已经变本土的疫情之一了 每一年春节过后 都应该要启动一个SOP的 因为每一年或多或少都会发生 所以今年我们高雄市并没有感觉到 行政院对我们有特别的照顾 反而感觉越南跟印尼 被照顾的好像比我们还多 这种感觉是很不好的 才会提出不要在自己的 台湾内部搞一国两制 民进党总统出选之后 不少人都关心寻求连任的蔡总统 到底要找谁当副手 有消息传出 其实蔡总统早就透过党内的导扰 居中牵线赖清德南部的友人 希望可以跟赖清德制造 不期而遇的机会 甚至两人携手出战2020 就连民进党主席 卓伦泰也动起来 拜会了日前挺赖的本土社团 促成蔡赖配的意味相当的浓厚 一大早就参加军官晋升不达典礼 总统蔡英文的脸上略显疲态 因为前一天才到屏东跑行程 隔天又一早上工 还要开始布局选战 自己下当然是一定要 因为我是民进党的党员 政党的一些活动 当然是可以参与 那参与的时候就 当然是呼吁大家能够来支持蔡英文 连历法院长苏嘉玄 都开始在地方拉票 因为2020对民进党而言 本来就是场艰辛的选战 加上初选蔡赖施杀造成裂痕 让最后出现的蔡英文还没出战 已经一双痕累累 但为了守住执政权 蔡总统只能找强棒组合 我要再一次强调 赖施权院长还是我们团队里面 非常重要的成员 不只一次暗示要促成蔡赖配 蔡总统更私下请党内大佬 透过南部友人跟赖施权得联系 希望他们能制造不期而遇的机会 就连苏贞昌也帮忙扮演推手 院长已经有跟赖院长联络过了吗 没有谱之前谁都不敢多说话 但除了积极推动蔡赖配之外 民进党主席卓荣泰 近来更拜会当初挺赖的本土社团 要修补初选的裂痕 民进党大动作启动政和机制 要在国民党初选厮杀之际 力拼打出一张好牌 台北采访报道 香港主权移交第23年的第一天 就在混乱当中展开 香港警察为了驱散 阻挡七一升旗典礼进行的民众 在街头爆发冲突 港警不只再一次的寄出警棍 圆盾跟胡椒喷剂等武器驱离 而且从旁边还特别拍摄影片搜证 希望可以在舆论中占得伤风 早上七点多的香港 警察和民众爆发冲突 雨伞 杂雾 棍棒齐飞 港警再次拿出胡椒喷剂驱散 警方就出动了胡椒喷剂 就是驱散了示威者 以及也都出动了一些警棍 是击打下去 这起冲突发生在龙汇道和演艺道附近 这群民众驾驱马 想阻挡香港七一升旗典礼进行 港警一度高举红牌警告 只是抗议民众不散 也将驱离行动持续升温 胡椒喷剂 警棍 圆盾 香港警察把能用的武器都用上了 抗议民众被推倒在地受了伤 也有人被胡椒喷剂喷到眼睛 只能不停流泪 更多人在冲突中遭到逮捕 而且在混乱中还能发现 香港的镇报警察速龙小队 这次又出动了 除了戴圆盾和一些长盾之外 部分的警员 其实腰间是挂着了一些防毒面具 也都有一些警员是配备着一些防暴枪 可以用来发射催泪弹的防暴枪 和一些可以用来发射橡胶子弹的长枪 而且为了在媒体战中取得上风 香港警方这次执法改主动搜证 并公开民众的犯罪影像 香港用混乱 展开了移交第23年的第一天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香港七一游行的队伍 已经从维员出发 距离800公尺外的铜锣湾港铁站 现在已经被塞爆了 地铁口只出不进 现场最新情况 连线记者廖亚裕 游戏的队伍已经开始 从维员准备要走向了 政府总部的广场 但是我们现在在 铜锣湾地铁站的旁边 仍然看到的是满满的人潮 而且大家是前胸贴后背 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看起来真的就是一片黑海 因为大家穿着黑色的衣服 就是象征着反送中条例要来抗议 而且我们在这边也看见不少 是有一些政党团体 或者是一些社团 他们在这边举办活动 因为他们要请到维员那边去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刚才他们也频频地喊着 林郑下台 林郑下台 因为香港人他们要一个答案 可是却都狼服方面没有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的状况 建海物 拿海物 有钱捐钱 有力出来 最多人来 我是长毛 右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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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前进 全州活动是从三点钟的时候 从会员开始走 预计是要到晚上的七八点才会结束 但是刚才我们也知道 在香港立法会那边是有一些冲突 甚至是把这个立法会的玻璃都给砸破了 等会我们在游行的行径当中 如果还有这些状况的话 我们也会实时为大家来讲过 结果实际要还给你海费 不点